忍忍~~ 那我們今天就來一下我們忍者必須死了 那這邊有一個東西喔 當天開直播的時候觀眾就有跟這個名字講了 但是我還沒有注意到 所以這邊的話呢 最近應該要趕快花時間來解一解囉 就是我們這邊拿到不知火舞之一 之後還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就是這個 武之巡禮這邊啦 這個九宮格解完之後 你就可以獲得不知火舞這邊專屬的圖捲套裝喔 動魂勳章跟劉焰這個爐心 那這個應該就是不知火舞專屬的寶物了喔 那這個要趕快來解一解 不然沒有拿到的話應該會非常非常可惜 然後拿到最後面的話 基本上還可以拿到SS的這個鬥魂勳章 然後白鹿之舞的話是可以拿到SS的這個 劉焰爐心喔 所以大家就趕快來解一解 這邊基本上就是我們這邊的一些就是 蠻好用的一些小任務啦 就直接給他弄起來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然後趕快解一解這樣子喔 這邊的話神獸巡禮也要5次 所以最近的話我應該都先開這個2個小時 先刷一下這個任務吧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 完成5個3v3 然後贈送好友飯糰 喔沒問題 這有什麼問題 沒什麼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 查看查看沒問題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什麼 獲得3v3比賽的勝利 合成5次寶物 好 寶物我最近合成了 來我們合成一下 其實我現在已經有一大堆這個 東西都可以做了 欸他現在居然有這個批量合成欸 太讚了吧 啊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小黑的這個寶物是不是 欸有批量合成欸 那還蠻省的啊 來來來來 批量合成 早該出了 早該出了 這個很不錯好不好 批量合成 選擇數量34個 好不好 選中數量MAX99 這邊應該ok吧 我們有297個這個綠色寶物 直接合成 但是缺少65個圖鑑好不好 那就 65個直接開買嗎 開買會不會太那個 算還是比較好了 看一下喔 C級 MAX 第一級寶物MAX 都沒有土捲欸 所以 這也是頂麻煩的 沒土捲你也沒辦法各位 好吧不然就買一下土捲好了 應該不會很 不會很虧 來 合成 一次全合 這個就有一鍵功能 我覺得這還蠻舒服的好不好 這樣我們這個 寶物這一大堆欸 原來現在有這種東西 這邊MAX99好不好 好啦 那我們就就買爆啦 買爆買爆 合成隨機 至少兩個寶物 什麼東西 我這邊不是那個了嗎 然後缺少65張直接買啦 反正我們現在 人幣也是很多啦好不好 人幣也是很多 因為我們這邊也不夠 也不夠讓我們去合那個 不知火舞的部分 你知道嗎 來 全部合爛好不好 全部合爛 然後再來是A級的 A級 喔這邊選擇數量是那個啦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 點一下這個 94個寶物 缺少85張 個時百千萬 十萬百萬 個時百千萬 十萬 五十幾萬而已買了啦好不好 選擇中B級小超作弊 什麼東西鬼的 好啦 結果到時候我們沒有小超可以用 笑死 沒有吧 我們裝備在身上應該會幫我們留著吧 應該是 這樣我們有超級無敵多A寶欸 夭壽 超級無敵多黑寶 然後我們這邊 一大堆這個 A級寶物可以合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到時候就是 來看一下那個什麼 不知火舞的那個部分 這樣應該合到一個爆炸滿了吧 應該是OK了吧 然後我們還消耗了冷蔽這樣子 合成寶物五次 沒問題 然後再來是巡邏的那個應該是OK的喔 然後這邊可以領取這個東西 反正打算解完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拿到一些不錯的東西了喔 好 那既然要打3v3 那今天就來打一下3v3 但是3v3這邊的話我們就要再把 東西給他 換回來一下喔 來 雪武力 選擇 然後小嬌這邊的寶物也要換一下了 不然太可憐了 喔 雪武力我們這邊也有專屬套裝了耶 在這邊是不是裝一下 欸 不行是不是 80靈禁不能是不是 不是 因為我現在裝在那個鈴身上對不對 那算了 好吧 就直接上去 然後 換小嬌 換不知火舞的部份 來 胡姐姐抱歉 你先把這些都交出來 我們先還給小嬌 我們要去打PVP 不開玩笑 來 裝 裝 這應該要卸下來 然後裝 裝 裝 國珠 沒問題 然後我們把這個 就OK了 好 走起走起 PVP 欸 GOGOGO 結果則比每一次啊 一有活動之後 PVP就放著那個爛了 你知道嗎 每次都這樣子 很常會這樣子 要笑死 每次都搞這一招 然後 就當那個活動結束之後 PVP也沒有什麼時間了 來 我們先打一下哈 哎唷 瑞也現在去那個了 瑞也現在去石油柴了是不是 感覺現在 好像石油柴還蠻火的 來 讓我們看一下哈 來來來 任聖龍先BAN一下齁 贏個一場 我們就可以 好不好 贏個一場 我們就可以解完任務 然後 收三掰掰 這樣子 不知火武的那個寶物一定要解啊 如果你有抽不知火武 鐵鏡要解的喔 不解的話一定很浪費 好 這場是鴨之潮的困難 然後我們這邊一樣是勇者祝福嗎 原則不就是失去生命值的那個 應該也還是ok 所以我再改一下啦 因為我也想要再玩一下其他的那個部分 想再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有不有趣 好 那這場的隊友是我們的ZENG ZANG 然後還有我們這個龍 育月孤狼 然後對面的話是 納迴翼真的很幹 然後還有姓這個是1 然後這個是特殊表情 然後小天誠 小天誠吧 沒問題 沒問題 讓我們來看看看看 看看一下 看看一下 那這場的話我們這邊是雪舞靈 然後小黑蒼牙 對面是神熱靈 小黑蒼牙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個雪舞跟蒼牙的概念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沒問題 出發 出發 登登登登登 鴨之潮的部分 這個下面好像 接下來有這個大寶箱可以吃 是不是應該要多吃這個大寶箱比較好 受傷環節 這問題就盡量讓我受傷吧 再來 吃火 不是喔 阿我的隊友也死了 我們是怎麼了 欸不是我還沒拿武器 完了 各位 再見 掰掰 我還沒拿武器啊各位 死定了 我沒拿武器欸 好啦 注定輸 隊友也死了 武器沒拿 完蛋 白色有神經障給 給不知火舞了啦 不是喔 太好笑了吧 我還沒拿武器 輸定了 帶這什麼爛東西 死定了 沒了 誰知道我會死 唉唷 原本想說帥一波 又失敗啦 哲平 吃大便去啦 GG 那我只能砍這個 6萬多分 尷尬了 沒問題 看來今天 注定輸一輸 除非他們突然死了一堆人 那我們可能還有點機會 但是做夢吧 咻 呃 程序員這個雷射還挺麻煩的 跳 我們好辛苦喔 對面會不會已經到啦 哈哈哈 對面是不是已經到啦 欸對面已經到了欸 這個差距 死定了喔 死定了喔 嗨起來囉 笑死我囉 嗨嗨嗨嗨 嗨嗨嗨嗨 我們哥哥 我們哥哥用這個幹嘛 呵呵 沒啦各位 吃大便去啦 到了 來不及了 全部都完蛋了 完蛋了 嘿嘿 欸 我那個永遠都不會丟欸 我覺得 我每次那個我就丟得很爛欸 沒了 GG 再見世界 嘿嘿嘿嘿嘿 好啦今天最後要跟大家講的就是我們這個不知火舞的那個九宮格任務要記得解喔 那個很重要 那個 如果解完的話你就可以拿到不知火舞的寶物 那個畫澤兵是以下會把他解起來 大家如果已經解完的話也可以跟你們講說那個到底好不好用好不好 所以今天主要來說 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的不知火舞的任務 絕對不是介紹什麼PVP喔 好不好 五隻巡禮記得來完成